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其實經常去世界各地旅行的時候 都很想帶一些香港未有的食材 或者香港未有的一些餐食來到香港 那次去東京旅行 就發現了其實他們有一間餐廳我很喜歡 就是在車站附近 它就是一個湯再加一碗飯 就變成一個主食 他們湯加飯就已經是一餐 我就看到其實很多當時德令的食材 還有日式湯在香港很少見 通常我們都是中式湯 或者是英式美式湯 所以日式湯就很想試一下 用日式的食材和日式的處理手法 去帶給大家試一下 我剛剛下了油 現在已經夠熱了 我們會先爆香洋蔥 和蒜頭 目的其實是令到湯更加香 好 現在我們就會加其他的食材 我們會加南瓜 甘筍 和加燈籠椒 我們現在就加黃薑粉 其實你已經很快聞到一股 類似咖喱的香味 或者你經過印度餐廳聞到的味道 炒完之後我們就可以加蔬菜湯 蔬菜湯其實就是用了一些雜菜的西芹 那些 如果你本身喜歡喝有肉味的 其實你可以加雞湯都可以 沒什麼所謂 你看到它的食材已經很黃黃 橙橙的 因為那個黃薑粉 然後就開大約中火 煮它大約20至30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已經有黃薑的味道 你看到的蔬菜其實已經煮好了 但最後的步驟就是把它混合生 那你見到這個湯 其實呢 慢慢煮一下 煮一下就會很稠的 因為其實裡面很足料 很多的蔬菜 那所以呢 喝下去其實是很飽肚 還有很多纖維 因為南瓜有纖維 其他蔬菜也很有營養價值 那同時它是沒有味精 而且它是少奶油多菜 所以女生應該是很喜歡的 而且就不用擔心吃了會不飽肚 因為其實它蔬菜這樣 融掉了 那個飽肚感都挺高的 是很飽肚感的 讓它吃起來 Cart countless食物 帶它們去搭配 提著喝酒 那裏有的 那裏有可能是嗎? 如果是說這次文件 我喜歡吃日本人